來 請問一下 志偉 據說你最近 有做心理上的探索 對 怎麼了 就是我會覺得 沒有自己的出口 就是說你一直都是被需要的 可是其實我也蠻需要人的 就是說我的小孩需要我 我的太太需要我 我的下屬需要我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 這麼多人需要我 那這麼多人需要你 你應該要感到很開心 可是其實我是很想逃避的 就是說因為我後來想想 我因為在節目也分享過說 我有十幾年的怪病一直自拔 就是那個醫生查不了的病 就叫做 會麻 對 就叫自律神經失調 所以我有很多 我有睡眠障礙 一陣一陣 然後手腳會麻 然後耳鳴 然後有時候會 就是只要跟神經有關的 你可能會憑尿 你可能會覺得 哪裡不舒服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處在很 就是 焦慮吧 焦慮是沒錯 對 所以我看不好我的病 然後就有一個心理醫師 身心科的醫師 他就他就私訊到我的臉書 跟我說你要不要來掛我的枕 我覺得你可能是身心方面的毛病 所以你的問題一直治不好 那當然我就 其實我太太也不知道 我有去 真的喔 對 我是跟企劃在對的時候 我就覺得 因為醫生跟我講說 那是原生家庭帶給我的一個 等等 所以你已經去看了 我去看 去看了 但你沒有跟太太說 你去看神經病 為什麼你不跟他說 因為我覺得講得好像沒有用 老婆會覺得 你無病呻吟 之類的 這是一個 或者是說 很多人的觀念很傳統 就是男人就是要 就是有淚不清談 對 就是男人 你就是要有個男人的樣子 就是我記得很清楚 我老婆跟我說 奇怪 我手被刀子割到一刀 我都沒有在那邊 你刺到一下你就哇哇叫 我跟他說我不是哇哇叫 只是讓你看老婆 你看我刺到流血了 我們是希望你給我 討拍 討拍一下嘛 對不對 那是一個情趣 對 但是有時候那個 你拍不對的地方 就自己受傷害 所以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從小就是 因為我父親就是 我沒有父愛 應該這樣講 我爸對我們沒有不好 可是他就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爸爸 他就傳源嘛 就是到處跑 然後欠債到處跑 所以當然我們就覺得媽媽很偉大 他是一個女人 要把三個小孩帶大 可是說實在話 我到國中畢業之後 我就靠自己了 然後我姐跟我弟 他們都可以離開家裡 但是我是一直跟我媽綁在一起 因為我姐是壘球國手 國小畢業就去住校 我弟自由車國手 也去住校了 那他因為我弟是最小的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去理解 就是說父母親 可能對我們造成的影響 因為他就是老妖嘛 所以他不用擔心什麼嘛 那我是老二 老大常常不要做 叫弟弟做 小的也不要做 叫哥哥做 所以我們家倒垃圾 就是幹嘛都是我就對了 我覺得你好像 你的你媽媽那邊 你就是一直在扛起責任 現在這個家 你也是一樣 那所以說我國中以後 我沒有辦法出去 因為我不會運動 我沒辦法去參加什麼國手 所以我只能靠念書 所以我就國中畢業以後 我就半工半讀 考國立的學校 然後自己賺錢養自己 然後還會給媽媽錢 那我媽就覺得 你這個孩子很乖 都不用媽媽歡樂 可是你知道 最不需要被媽媽煩惱的小孩 其實他的壓力最大 你知道嗎 所以我媽從來 他可能不會關心說 現在會 因為我有跟他抱怨過 他打來可能就說 弟子尾 我們怎麼會冰箱搬家 你就大概知道 媽媽你要買冰箱 我現在看國舞台 你說吃什麼東西不知道有沒有 那是真的假的 所以就等於是說 我從小就是被我媽 唯以重任 勤了習慣這樣 但是我是很愛我媽 對啦 所以因為我媽從小就告訴我說 你沒有爸爸照顧 你要靠自己 你要自立自強 所以那種壓力 我有沒有 你是一面搶 大家都在靠你 但是其實你後面 並沒有靠 沒得靠 所以我覺得 那有時候你也需要人家靠 對不對 對 所以有時候 我會覺得真的很累 就是這個也要我 那個也要我 你們可不可以 誰可以獨立一點 不要都來找我 對啊 好 我們改天再來談 自委的故事 就還滿精神的好不好 對 真的 很多男人真的是這樣 對 我也想講那個 我內心跟他一樣 給我打開 你的牆後面沒有人